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想要介绍 你看这个 这篇文章 里面是不是有很多这个 Enter 尤其当你们兼用别人的文件 就是因为我们 我们可能对 就是会拿到 12区健康中心的资料 这个时候 我跟你讲哦 很神奇的是 我明明就告诉他说 你只能怎么填 样式表达给他 反正他回来 各式各样文件都有 这时候就在挑战 挑战你们说 那如何把这个 有看到Enter Enter 并在一起的Enter 两个Enter 变成一个Enter 有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 有 好 那绝对不要 就是用肉眼观察 这边有两个Enter 然后你这边按一下Enter 然后接下来到这个地方 然后按一下Enter 这样做法我觉得不好 真的不好 所以怎么做呢 一切交给电脑来去做 一样是取代 常用底下的取代 取代里面 这个地方寻找目标 我们把它换成什么 刚刚是 一般我们是看到这样子 请点这个更多 更多里面 更多里面 请找指定方式 指定方式是段落 有看到段落吗 段落 段落跑去哪里了 可能我把整个萤幕缩小 段落 好吧 记一下 段落叫Argp 应该有这个字了 段落叫Argp Arg是shift加6 然后接下来我要两个Argp 因为两个段落嘛 我要把它换成一个 这就是两个段落符号 变成一个段落符号 这个指定方式里面应该 你看这边就出来了 段落标记有看到吗 段落标记 例如说这边段落标记 它就是Argp 这个我把它删掉 奇怪 寻找就没有了 好 然后接下来全部取代 对不起 这个使用万用符号要关掉了 使用万用符号要关掉 全部取代 它总共换了116个 关闭 是不是那些多余的段落 都被我们删掉了